各种颜色的蔬菜都吃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 但我们平时吃饭 如果想多种颜色的蔬菜都吃一点 那这个菜菜也太麻烦了吧 这个时候焗饭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啦 焗饭里面放的蔬菜根据自己的喜好就行了 我放了这几种菜菜 是因为家里正好有这几种菜呢 准备好洗净的配料 因为担心土豆纸炒一下不会软 所以切成丁后我上锅蒸了十分钟左右 其他的配料都切成小丁 蒜切成末 锅中放适量的油 油热后放入蒜末炒香 下香肠翻炒 再依次放入洋葱 青椒 红椒 胡萝卜 香菇 豆腐干和土豆翻炒 翻炒过程中放入一些料酒 加入米饭炒匀 加入黑胡椒碎 披萨草 罗勒 翻炒片可再加一些盐和鸡精翻炒即可出锅了 把炒好的米饭放入可以进烤箱的耐热容器里 在米饭上面铺满马酥 为了好看 再加一些切成圈的青椒和红椒 烤箱预热200度 烤箱中层 烤十分钟即可 烤箱